公然调戏猥亵女性 还敢揪集他人袭击警察 你这是吃了豹子蛋了 还是双份的 1.7月3日晚上9点 焦州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接到报警 某建筑工地一名女工称 自己在工地安检入口处 被两名男性年强制猥亵 监控拍下这一幕 真的是下作之急 看到女子走过安检口 身穿Mikey的男子 一把把同伴拉了过来 往女子身上推 他露出了现奏的笑容 然后嚣张的离开了 接报后 民警迅速到达现场 通过调取该监控录像 确定嫌疑人为该工地建筑工人余某 那就跟警察走一趟吧 民警来到余某宿舍 告知其涉嫌强制猥亵妾妇女 需要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更现奏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的以某处于醉酒状态 不听劝说 拒不配合 这也就是罢了 他居然怂恿姚某某等其他工友一起阻挠民警执法 对民警撕扯辱骂 大力推扫 造成三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民警在现场妥善处置 并向上级汇报案情请求支援 焦州市公安局连夜查明 涉案人员身份 并于7月4日上午8点30分 集中警力依法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传唤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 7月3日21时 许在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工地生活区 阻挠出警人员执法 并殴打出警人员 目前于某、姚某某男、39岁、四川级等 西宁嫌疑人 因妨碍公务罪 已被焦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 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 群众在遇到警察执法时 请给予理解与配合 如果出现阻碍民警执法 甚至是袭警行为 公安机关将会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